一个月起,新浪发通知,说以后所有的自媒体必须失明 我说我他妈从来就失明,为什么我从来就失明呢? 我老觉得人,人的生命,人的名字是爸爸给的 你的爸爸把你生出来的时候只能给你两件东西 第一件东西就是你的名字 第二个东西就是你生命的起点 比如你爸可以把你生在纽约 可以生在贝鲁特 生在加沙 生在开罗 生在北京 这是你生命的起点 另外你爸爸给你取一名 这是你生命的开始 其实任何父亲都只能给儿子这两件东西 一,生命的起点 二 你的名字 当然以后你可以起好多异名笔名 韦韦好像就是原来也不是叫什么 后来叫韦韦还有其他 都是由于自己爸爸给自己的生命的起点不够满意 所以以后就有好多好多异名笔名 这些异名笔名呢 并不是说你爸给你的生命的起点不好 但是你仍然可以改 改了以后也依然成为很伟大的人 比如方舟子博士 斯马南先生 安妮宝贝作家 这是我一起 我们一起去过以色列的人 过海关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们用的不是笔名就是义名 只有我是我爸给我的那个名 新浪 不仅新浪 所有的网站都要求大V实名制 这就让我很 不仅实名 而且得要认证 你是你的叫他叫人设是什么 比如你是炒菜专家 还是美容专家 还是军事专家 别看中国和平发展了几十年 中国有那么多军事专家 因为说军事 他们都看到橘座 我师兄 北大西语系的 我师兄看见我橘座 可以预测战争 点评天下大事 治大国如鹏小鲜 各个都能当诸国亮 但是我是 虽然当了一辈子新华社摄影记者 但是第一我被双开了 即使现在说恢复 但是我都退休了 我也不能说我是退休什么什么东西 这辈子索性由 有些组织入了之后 就叫什么 一日为基 一世为基 洗不干净的 我入了几个组织 其中有一个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所以我就只能在今日头条这上写上我是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其实这两个会员都是特矛盾的 作家需要的是想象力 靠一支笔 是吧 随便一支铅笔什么 但当然好作家都用的是好笔 因为好笔 你摸在手里边 你拿着笔在你脸上摩擦 你看着这笔发呆 尤其这笔落在纸上 钢笔尖 那些蓝黑墨水 鼓鼓的流出 跟粗糙的纸摩擦产生的快感 但是我没想象力 一个作家最需要的想象力 尽管我上个世纪 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但是我没有想象力 这是不好的第一件事 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同时也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摄影家协会会员就有一个问题 你必须到场 如果你不到场 你拍不来照片 是吧 你空有再好的 你说你有苹果15 Max Pro 你有华为什么什么 你空有这个机器 其实一个人手里的相机的好坏 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你能把这相机带到哪 你是能带到白宫 还是能带到中南海 是能带到加沙城 还是能带到巴黎 那是看你把这机器带到哪 不是你这机器的质量 衡量一个好的摄影家 就是看他能把他手里的相机 带到哪个位置上 嗯 我既没有想象力 也没有拍摄的技巧 所以我这辈子 我除了用我爸的名字之外 还有不得不用的 我两个不带立场色彩的会员 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我是一个失败的作家 没想象力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我也不能像陈长芬那样 拍出长城上的日月同辉 嗯 呃 其实像我这儿呢 好多 嗯 比如我原来教书那学校 他老叫我唐老师 啊 那个 其实我没教过他 我在政法教书的时候 他读的是硕士 回来以后他是律师 律师在改革开放的中国 是最挣钱的一个职业 中国有两个职业最挣钱 改革开放的时候 一个是医生 一个是律师 但大个子大概没挣过钱 嗯 不但没挣过钱 大个子把律师之道都弄丢了 后来就给他外甥女的律所 当砍门的 嗯 但可能现在也不好意思 老老啊 老白痴他外甥女的 就开始说评书了 说评书他也没什么著作 他就念别人的小说 嗯 开始我还不爱听 哎 我说这大个子真善意学习 为什么呢 他的光线不得特别美 嗯 他把他们家啊 再把他们家就变成了一直播室 没有光啊 后边应该是一块黑布 然后他有侧光啊 有45度的伦布朗光啊 我就不卖弄光了啊 我就啊 那是摄影家的 嗯 他把他 所以他说书的时候 比什么 最近有说润到美国了去的王刚 比王刚说书的时候 更集中到他那张 貌似朴实的大脸 嗯 他是唐山人 唐山农民 他最近朗诵这小说呢 呃 明儿我记不住 因为我没听见头 没听见尾 内容太新人 嗯 年轻人可能听不懂 但是我这种词就听得懂 比如他讲 刚讲这一集 讲的是一寡妇 不是一般的寡妇 就是旧社会是富农 后来是跟领导打炮 哈 领导就给他定了一低成分 是城市平民 一到搞运动 批到反革命分子的时候 他就站到人背后 只要听到台上领导一声巨响 把什么什么什么压上来 他立刻就压上去 嗯 这个大娘们呢 平常就不穿内裤啊 天下通吃 嗯 但是每当有运动的时候 他都把 嗯 一条武装袋 嗯 系在 系在皮帖 提在外边 后来他们当地那个领导 就教他怎么绳迹啊 就怎么系裤子啊 然后是各种设资 卧资 利资 啊 跪资 哎 他都门清 嗯 我就听了这个东西特逗 前一集是讲的一女孩 嗯 一女孩叫什么老师 一中学老师 哎 也是 哎 姿姿歪歪 两条腿拧成麻花 啊 嗯 就是作为一个参加过运动的人 听着特亲切 写这小说的人呢 叫土家野夫 嗯 原来是警察 警察跟我一样都属于 呃 国家公企 说你这摄影的作家怎么是国家公企呢 我是新华社记者 嗯 我跟这个 我跟他还是挺熟啊 我跟土家还挺熟 嗯 然后那个怎么手法呢 他说你又那么吹牛啊 没事老都是拦截 不是 我作为一个不好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个不合格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但是我是一个合格的双开的清华社记者 所以中国的这些有意思的人 我早就都采访过 早就都采访过 比如 呃 嘿 我 我得打开我这 我这电脑 嘿 怎么 怎么我这个 怎么这个 哎 来了 嗯 我昨天啊清洗我的电脑 奥地利人开过一咖啡馆 嗯 那咖啡馆呢 来的全是老外啊 老外呢 就结识中国各种的奇怪的人 其中有一天来喝咖啡的就是土家野夫 嗯 土家野夫 土家野夫 土家野夫呢 是少数民族湖南人 嗯 然后是 那是第一次来 但第一次来 那时候我 我 我还不是 还不是太熟 哎对 我见过土家野夫三次 第一次是带我们家门口 十二海的维也纳咖啡馆来喝咖啡 第二回 第二回 是在 香恶情 啊 那天还有历史学家雷姨 还有澳大利亚的一个著名作家 我们几个错反 嗯 几个人错反 那时候 这是我第二次见土家野夫 嗯 我不是照相的吗 所以我这 我这 我这各种照片都有 嗯 这各种照片都有 嗯 所以每当到 一有什么的时候 这是 这是那个 历史学家雷姨 啊 这是土家野夫 这边人就不适合公开啊 等 我就啊 第三次 是土家野夫啊 到哪也不是给谁下跪 给谁下跪 也不是参加了一个什么 四川就歌老会 还是什么会 去能够了那么一个 一大帮网红 网红就 呃 就蔡土家野夫 我呢也 呃 第一 我不是那个江湖上的人 我不敢真而出 嗯 你要是是 那个像咒王似的 脱梁换柱 呃 雪中送炭 我干不了 我顶多不落井下石 顶多不落落落井下石 啊 然后呢 我就觉得 我认识的人 哥哥江湖啊 然后我们家后海 后海后边 我的一大哥叫杨继平 正好是重庆警备司令 嗯 限制了重庆警备司令啊 江湖吧 重庆就是维稳的吗 啊 正好 土家野夫来北京 我就在我小兄弟开的 就龙头井 现在倒闭了 就有那个 呃 确切说是公王府对门 那胡同 杨脚灯那胡同里边 有一个烤肉 我就把土家野夫 和杨司令 嗯 一起吃饭啊 吃饭 我就觉得是吧 哎 人就是江湖 嗯 江湖就是 就是人啊 有人的地儿就有江湖 这是杨司令 是吧 这是土家野夫 土家野夫 啊 这是第三次 我跟土家野夫在一起 第一次 谁奥地利娘们介绍的 嗯 啊 我一看 哎 我就也没特 特 因为我当时不了解土家野夫 嗯 第二次是澳大利亚 一作家 一网红来中国 雷一什么几个人 这第三次 就是杨司令 我和土家野夫 哎 在这烤肉 啊 啊 我就 我就 我就不展示了 嗯 我这两天 听大个子 一朗诵 我才知道 土家野夫 这语言呢 都能得诺贝尔奖 嗯 得诺贝尔奖 我一直想得诺贝尔奖呢 哈哈 但是没戏 我现在是羡慕 记得恨 嫉妒恨 这土家野夫 真说不定 能得诺贝尔奖 他的语言 他的语言 是文学家的语言 细腻 而充满想象力 啊 他的眼睛 是一个摄影家的眼睛 嗯 嗯 你听着 大个子 你嘶哑的嗓子 朗诵他的小说 你就身临其尽 你眼前全是画面 所以土家野夫 才是真正的摄影家协会 会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摄影家是写实的 作家是悬响的 他把这两点完美的结合到一起 嗯 完美的结合到一起 摄影家 作家